我們努力操練的日常 讓外面的不平靜 始終平常 全副武裝扛起槍 把步步推進一遍遍演練 陸軍發布演訓畫面 日復一日的操練 保衛了大家的如常生活 除了地面部隊 引擎山享受雲搜兩架F5戰機 7號清船再度從台東 至航空軍基地起飛 還在空中上演機身90度大轉彎 F16戰機也從花蓮掛彈升空 起飛前花蓮基地的前線人員 仔細專掛 魚沙飛彈 彈身上的黃色色帶 代表這是具備強大火力的實彈 機上掛有中程先進空堆空飛彈 小尾蛇飛彈和魚叉飛彈 也在機部就位 具有攻擊共軍船艦的能力 台灣是全世界唯一使用 全套的魚叉飛彈的國家 發射魚叉飛彈可以構成 對方的飽和攻擊 換句話說來講 對方的軍艦比較不容易 攔截到會造成他們的所謂 不僅空中站力道位 國土第一線的離島金門 也架起反制空站的 雙連裝刺真飛彈 不但能進行夜戰 還能攔截低空高速的侵襲意圖 中共軍艦馬鞍山號徘徊在台灣東部海域 海軍立刻出動馬攻軍艦與海巡艦艇聯手監控共軍動態 可以看得出來兩艘艦艇距離相當靠近 海上官兵緊盯一目徵搜敵情 面對威脅 國軍海陸空三軍總動員 父親節許多官兵仍然堅守崗位 守護疆土讓國人如常生活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另外也可以上LINE貼圖小舖 來購買華視主播的官方貼圖 請看可以訂閱華視頻 可視頻訂閱華視頻 支持華視頻